冷水下锅 看上面的这个黄色肥油 咱们就这样啊 沙泡了之后它也是干净的 所以就 大大方方的 实实在 太实在了 切成这么大一块 还会再加的 不是只有这几块 这么早出锅呀 这么大块的 这么实在 还有谁 还有谁们家 大块大块的 这样的好吃啊 带骨的就是好吃 铁骨肉是最香 最有营养的 在这冒着热气 看不太清楚呢 吃肉油啦 吃肉必须要有酒 哎 猫肥 多少 53度 我吃饭了 最好 最好 很冷的冬天 白酒和牛羊肉 全部都是热身的好东西 很多人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爸喝酒 因为我爸真的不喝酒 他是喝茶的 然后我叔叔他们呢在开车 所以就不喝 其余的人呢就小酌几杯 而且我们的这个 从叔叔开始酒量就已经 从我大姑父叔叔表叔开始 酒量就是很高 吃风人酒量好啊 比我们西某人好 西某人的劝酒 他还要出去干活 女士们进来了 他们逛逛学长了 好呀 好呀 我都坐在这里 在厨房的情况 因为我不吃肉 史上很难看到我不吃肉的一面 为什么呢 就是我近期有点晚睡 然后又有点缺水的伤火了 所以这块长了个东西 吃肉的时候有点疼 那大家能看到我们每一次 如果是大型的有任何的活动 或者是干活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男士先上桌 然后女士后来才会上桌 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我们杀羊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杀羊杀牛 那男士去宰沙盘处理 踢骨 就是很快的 那女士再去处理这个血肠的时候 就会比较慢 所以呢 呃 女士会比较这个厚 再去上桌 其次呢 还有就是 呃 如果这个整个桌 做不下的情况下 女士都是尊重男士 毕竟是一家支主 加上男士的 在外面这个干活的这个 会比较重一点 然后我们蒙古族的草原上的女士 她并没有特别猛的那种 她我们也是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然后来个瘦一点的男士 我们就过肩衰的那种姿势 我们反而是贤妻良母 相夫娇子的那种性格 所以那女士 又能干 又温柔 又尊重男士 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们喝完的这个瓶子 不然是个死绪的那样 她太断了 她也挺好的 她真的帮着这个瓶子 至少女士 毕竟是不错 不然是所女的 她们包女士 她的 会上 让她过去 是